2012范增巴黎画展 于今年7月4日 在位于塞纳河边的巴黎中国文化中心 拉开帷幕 中国文化部部长蔡武 国务院乔办副主任何亚飞 中国驻法国大使孔玄等嘉宾 在范增的陪同下 关上了展出的画作 参观画展的 还有不少法国政要和巴黎艺术界名流 这样是真正的好的东西 是灭国界的 因此我就非常有信心 对我的话到法院展览 这次果然得到很大的成功 包括新上任总统奥兰格 也给我写封信 着火这展览的成功 认为我是中国古典艺术 和现代精神的美妙的结合 范增1938年出生于中国江苏省南通市的 一个诗文诗家 他父亲毕业于中国第一所美术专科学校 上海一专 范增从小受父亲的影响 学习画画 从小也有说耳无目染 13岁少 那已经是在南通啊 一个很有名的小画家了 当时有点这个 就是少父不计之才啊 感到很了不起 中学毕业后 范增去考中央美术学院 但因为素描基础训练不够 没有被录取 这对于年少气盛的他来说 是有些难以接受的 当时对我有没有打击呢 好像有一些 不过呢 我呢 因为从小 是深入了一个文学诗家 我从我的父亲往上述 可以上述12代 到我第13代 大概就450年来 有13代是 因此我从小对文史的兴趣 也是非常之大 尤其对历史学 我们就当时选择了 这个南开大学历史系 从南开大学读历史 到中央美术学院 中国画系学习 范增的学画路径 就像中国画的线条那样 是一波三折 但他凭借着 自幼身受家学的熏陶 和自己对画画的执着追求 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 可这一路的艰辛 至轻仍让他难以忘却 在绘画上 我经历了痛苦的磨难 经过一个严格的学习 这个学习的过程 是刻骨铭心的 那么这个到了 我二十岁专门毕业的时候 那时候毕业的技巧 已经非常好 这个 最为我的诗文呢 我可以讲 从少年时代 这些格力表现得非常清楚 范增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 创造性的发展了 中国大写艺人物画 而成为一代书画巨匠 而支撑起这种高度的 不仅仅是他有深厚的 书画笔墨功力 还有他渊博的国学涵养 和对东西方哲学的深刻领悟 范增先生展出了 他的三十五幅静坐 其中包括一幅描绘十九世纪 法国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领袖 维克多余果的 和一幅戴高乐将军的画像 在画展上 范增还向参观者 赠送了他上世纪九十年代 一句法国后所写的 范增论法国 光荣的法兰西 范增的法兰西情愫 起始于他中学时代 接触的法国文学 我对法国的艺术最大是接触他的翻译文学 我尤其得到的这个法国十九世纪的著名作家作品 我辽路之长 我烂出凶刺的 这烂出凶刺的 他们现在讲一些细节 我都记得 讲一些人名 我都记得 我可以讲你讲出任何一个 大部分的约翰克斯多夫里面任何一个人物 我都可以写个小段 不可以给他写个小段 这个是一种强烈的兴趣 那么同时呢 我也看到法国的绘画 像范增 赛上 这个我非常喜欢 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 范增的翻译 这还在大剧的课本上 这些东西我都会看到西方的好 可是是不是削弱了我对民族的好的认识呢 会不会认为民族比他差呢 因为各有各的高度 各有各的高度 你西方他就不可能有一个人 就讲能够画出我这样的画 由于范增大师在东西方文化交流上 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2009年 他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任命为多元化特别顾问 2010年 被法国前总统萨科齐 授予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 去年 范增在首届中华文艺奖颁奖典礼上 获终身成就奖 点击关注旁的订阅提琴小铃铛 就可以随时随地地掌握 法国华人卫视的最新资讯 法国华人卫视 期待您的关注 不错 回来 不能信inta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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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